Hello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面追击0924期 导致持续下行 港股怎么看呢? 外主公司来时 好了,我们今期依然还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周五的一个收盘点评 第二个部分是行指方面分析 也和我们今期主体有关 我们知道昨晚周五晚说 按照当地的时间 美股到瓊斯指数我们看到 还是继续下行 一到一跌到将近500点 我们知道美股对港股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很多同学非常关注 港股下周的一个趋势会如何呢? 所以今期的乃尔就为各位同学去分析一下 好吧 第三个部分仍然还有个股分析 有同学就WhatsApp问到 乃尔sir 中国移动 高位电子 腾讯控股 和农夫山川 那这几个股 为什么有同学持续有移民呢? 同样今期的乃尔sir 会在乃尔去详细解答 OK 好了 进入课课之前 我再提醒过一同学 无论现在坐在电脑旁边 再拿着手机 尤其是第一次收看我最新教学的那一同学 你记得在YouTube这个频道 按订阅 订阅 订阅之后 再按这个黑色的钟仔 才能够时刻收听到我最新教学 好吧 好了 再来我们的正题 在昨天 即是9月23号 即是周五 早上8点22分 乃尔sir将港股行情提示 预期传给已经装了手机版的各位同学 通过提示 大家看到 目前指数依然处于一个绿色飘带 太淡之中 我们知道飘带功能非常大的 除了我们去看好 看好就是看升 太淡就是看跌 当然作为提示 买卖位 是不是 红转绿 就是沽 绿转红 就是买入 当然最大的 就是 为何尔sir还会标记 阻力和支持位 在飘带 无论是红飘带 或者绿飘带 大家看到没有 上下温边是不同颜色的 红飘带 可能是白色边在上面 黄色边在下面 绿飘带是双发 通过这个飘带的位置 尔sir就可以标记到 它的一个阻力 或者支持 同时 除了特色指标 有时买卖 还结合传统的技术分析 比如说KBJ 是不是 还有这些列口 列口 我经常跟同学说 如果产生列口的话 妖魔 股市 或者个股 非常之强 而妖魔 非常之弱 就根据这个指数 或者个股 在列口之上 之下 当然 如果我们看到传统技术指标 或者我们的特色指标 如果有两到三个以上 都是表记 非常大的压力 或者支持 短期的压力 和支持 非常难打破 好吧 这是买卖经常和大家 分析的阻力 或者支持 所以同学 不妨可以模拟买买卖的教课 去标记阻力 或者支持 最重要的是第三条 当然有时 还有第四条 观察到恒指 远离六四飘达 最结合 指数最创新低 这句话 就好像经常和大家说 不破不辣 对吧 我和海 有时WhatsApp和我聊的时候 买卖经常说 不破不辣 我记得 所以来说 非常之印象深刻 今天是转世日 市场 会持续低位 或者低位反弹 机会比较大 强热 结合美股的走势 当然这个转世日 这里我要和大家解释 不过在解释之前 我还是要和大家先看回 即是星期二和大家说的 因为来说 刚刚转世日 其实和我星期二 给大家 即是 已经安装了手机版的 专属学员的特别提示 星期二的时候 我早上9点42分 其实我上个星期六的时候 我已经同学在同学 本周就是加息 加息 不过周期我不知道 不过星期二 我一看到新闻 收到资料的时候 我就马上就 送这个特别行情提示 被装上手机版的同学 我就和大家说 加息 会是美国当地时间 其实这个时间 错了 应该是香港当地时间 这个礼術搞错了 所以 这个 要大家 原谅 当然 反正我们知道星期四是加息 因为美国是 21号 21号 晚上 宣布 当天 推断时间半天 星期四 无论如何 我当时都和大家说 星期四我们知道是加息 加息之后 怎样呢 很多同学不知道 加息 对于股市造作有什么影响 加息 其实就是把银行的利率提高 银行利率 我们知道 银行方面的风险是否比较低 利息增加 那肯定投资者的钱 就往银行那边流入 那流入了之后 那股市相对来说 是不是 它的钱是否少了呢 是不是 那边就跌了 那当然 为什么每次美股呢 美股加息 然后呢 其他银行都 就是为了加息 都和大家说 那当然 我们看到 其实 周二的时候 就和大家 先提前提 就是和我的专属学员 已经提前说了 那根据国际形势 和技术分析结合呢 建议做过股的时候 要做当日 乃sir一直强调 大家要做当日 即日 今天收市 之前 或者明天 星期三 星期三 周三 都空错 一来说 乃sir就怕 星期三 会冲高回落 不过呢 我当时的做配提示 都是和大家说 一定要根据美股的走势 美股制塞 那乘机宣示逢低级 当日如果做指数 和牛熊 所以乃sir是没有做过牛熊 和指数 因为乃sir的教学 但是个股比较多 那当然 如果你有做的话 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OK 所以如果是做指数 或者牛熊的同学 你可以明天 即星期三 做个反方向 好吧 那当然 这个 周四的时候 会受美股暴跌 因为我们知道周四 是加息 肯定股市会跌 周五按照转勢的时间 又会有低位反弹 小机会 是加速下跌 为什么我这里说小机会下跌 这个就是前提到刚才和大家说的 转勢日 有很多 有同学理解错转勢日的意思 从字面上 转勢日 没有错 它有转值的意思 不过 转勢日 很多时候说的意思 八成 八成 八成的机会 就是之前是跌 后面反弹的机会 有八成 然后之前升 那就回落 那两成机会 原来是跌 可能 就是到了转勢日 会加速下跌 OK 升一样同样升 所以转勢日 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这里要和大家 去解释清楚转勢日的意思 所以为什么这里 会和大家说的意思 就是 所以转勢日 个人判断 这种情况 会加速下跌的机会 非常之小 那当然 目前我们看回 现在的一个走势 转勢日的小机会 又出现了 所以转勢日 要和装作手机版 是转勢学员的同学 说声sorry 那这个就没想到 今次美股 就持续非常之 就是它可能会牺牲股市 去抵消现在的通胀 所以来说 为什么后来我说了 根据空间 或者早盘提示 做做判断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 目前来过 这个位置是远离了飘带 所以我在这里 就提示大家持续低位 那当然低位反弹的机会 我还是和大家提示 强热 要看回 昨晚的美股的走势 所以这个就是早盘提示 的结果和大家说的 好吧 这个就是早盘点评 那我再看回 我们的一个 星期五的开市情况 星期五呢 开盘是18,055点 那相对上 星期四的交易收市 18,147 整体大家看到 其实是低位维持 大家看到 如果看回 现在的日线图 那最终收市 7933 跌穿了18,000 跌幅是214 大家看到整体震荡趋势 向下 看这个军线就知道 那目前这个位置 有同我问 是低位 会不会星期一就起飞呢 或者现在美股又跌到500点 500点怎么算呢 是否继续跌呢 那现在我进行一个下个环节 就是恒指分析和大家讲解一下 之中我们的恒指操作方略 好吧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 投资理念 要重复和大家说 指数与指数之间相互对比 过股与之间相互对比 蓝水的教学 始终以过股为主 那当然港股特性呢 指数升 恒指升 百分之八十股票都是升 这样 指数跌 百分之八十股票都跌 那当然恒指有 受两大市场 美股和A股的影响 那美股和A股 其实就对表全世界的国际形势 因为中美两个GDP大国的话 对不对 所以说 要先做个股 分析恒指 要看恒指 我要分析美股和A股 最大的环境来说 最要看外国际形势 经常和大家讲国际形势 好吧 所以说 我们先看现在的外部环境 其实不妨分别热情 战争和中美博弈 因为中美两大国 占住全球的一个多变化的因素 其实目前来说 热情之前不是一个 今个月 九月好是见顶 见顶 现在我看回 现在的香港 我们当地 现在剩下 好像新增 四千到五千 比之前有 久低的一个下降 目前来说 中美博弈还是为主 不过今次加息完 其实 大家知道 我看新闻 美国预计11月初 还不会再加息 所以说 现在的情况 作为 现在的一个政策 或者它加息的程度 很大可能 因为现在美国很矛盾 大家知不知道 美国现在内部 就通胀了 之前和大家说 战争的时候和大家说通胀 对不对 通胀 当然 现在加息 就是因为要 牺牲股市 然后去抵消这个通胀 因为另外 通胀 说明那些货币 流通性比较强 对不对 如何降低这个流通性 只能加息 将资金回流到银行 其实这个 简单说就是这样 当然 美国加息 为什么其他国家加息 因为美国是美元 是全球的货败 加息之后 它是全球收割 全球的金融资产 全球的资产 全球的资金 是否回流美股 无论我们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 或者我们香港当地 对不对 我们当地 为了保留资金 不能够出陀 我们就继续加息 当然 中国内地和现在美国 是一个高端的 高端的一个 高端的一个 段位的一个玩法 因为现在中国 它是降息的 降准的 这个呢 就之前有和大家 去首位讲解了一下 因为现在 中国作为制造的强国 对不对 现在除了今年的出口 成做问题 还有一个公元链 都有所影响 那现在全球呢 都是依赖中国的一个商品 所以说 迟早全球的国家 都是要向中国 买货 买货 所以说 这种 国家有这个抵戏 就不怕美国收割 那当然美国收割全球呢 都会影响中国的一个 发展 那这个发展呢 就体现到外汇 为什么现在的中国 汇率跌破7 那样的原因 那其实我们中国大陆的 中央的一个大线是7.2 那跌破 都说不定的 所以说 有时候 包括之前蓝 Sir 都有说之前的位置 就是低位 那当然这个低位 是相对没有美股影响 那当然美股影响 就会继续破底 所以说 有时候 股市信息慢变 所以来说 要跟着它形势去走 所以目前来说 如果11月初 还会加四 可能10月 就算到了周线 即将和大家说的周线 到转势 都是非常之危险的 好吧 因为从外环境来说 那我们再看回 杜瓊斯指数 和上证指数 才知道外环 这个环境不是多好 那杜瓊斯指数 目前的 就是它的位置要如何 首先 我先看周线 杜瓊斯指数 从飘带的角度来看 大家看到没有 从这个月 这个周一直跌 从飘带的角度 它是进入超跌 周线图 周线图进入超跌 超跌 超跌区 超跌区 从空间角度 很大可能 四周下来还会下跌 然后反弹 可能还有两周 那很大的机会 目前看 刚刚还有超跌 现在远离飘带 又说不定 还是下跌 然后再反弹机会 那我们再看回日线图 日线图 目前大家看到了 飘带 看到没有 飘带是否仍然变宽 不过这个KDJ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三条线 就 已经开始交叉 很多时候大家看到 KDJ的交叉 在这个低位 少于20 少于20 很大 一交叉 就会反弹短期 而且从周线图的角度来看 跌了这么多的话 反弹少少 很正常 不过整体 还是泰坦为主 好吧 那看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 是一样的 那我们看上证指数 目前大家看到了 它已经进入了连续 1 2 3 4 1 2 3 4 5 5日 有位同学 专属同学 他就问乃sir 乃sir 其实有些股票 都会超过5日 那当然 乃sir的一个分析 和统架 我和大家说 绝大多数 因为股市没有绝对性 很多时候都有特殊性 对不对 大多数 无论指数 连续5日 会保持超跌 或者超卖 大多数超过5个交易 基本上都会反达 或者回落 那当然特殊情况 或者熊市 或者牛市 或者这个股票很差的时候 这个是例外 那目前来说 上证指数 很大机会 还会反达 那我们再看周线图 周线图 都是这样 所以现在还是进入超跌 那 机会呢 会差不多 现在从资金角度 大家看到没有 日线图的资金 日线图的资金 一线图 资金 背离 其实这个资金已经变薄 说明这个位置 每次变薄 有好大可能性 就转红色 当然不排除 还会加速 就好像转勢 刚才和大家说 不过 无论如何 目前已经连续了 五天是超跌区 那 最结合资金 有好大可能性 最加上这个KDJ 反弹机会 还是比较多 上证指数 好吧 这就和大家分析 不过目前 无论从杜琴斯指数 或者上证指数 目前的阶段 都是一个处于超跌 超跌 都是不好 所以说 两大指数都不好 那 那我们的杜琴斯指数怎么算呢 那 恒生指数怎么算呢 恒生指数 那其实 我多时候 除了本身 我要看时间 空间 两架时空 好像天使地利 那多时候就观察它时间 时间 时间是一切根本 对吧 刚才和大家说了 周线 是一切 研究股市的基本单位 大家看我的Facebook 我都有提 我都有秘注给大家清楚 目前大家看到 时间方面 今天用菲波勒凯素利 和大家分析周线时间 周线时间 周线时间 其实之前这个上下横八 已经跌穿了这个上下横八 跌穿了 那边更加弱 时间方面 但从时间方面 去推测 10月中 才是转勢 好吧 那这个转勢究竟是 会反弹起来 或者 维持到这个 之上 还是会继续呢 看回空间 空间方面 大家看到没有 周线图已经进入了超跌区 快出下跌阶段 那边呢 机会呢 就将雷南 不过因为它是周线图 周线图 可能它一般做的超跌 都是持了一两周 机会比较多 而且这个资金 还流出加速 而且飘打还是变阔 虽然说它有远离飘打 不过飘打 它变阔的速度 和这个空间 都是保持比例 好吧 所以我们知道周线图 未来趋势还是下跌 那日线呢 买买买怎么办呢 那日线来说 周线和飞波纳契索尼 日线我都可以 之前跟大家说 8月14号 为什么我们知道 推断周五呢 是转勢的日 周五除了抽分 摄影很多时候 都是转勢 包括好像冬至那些都是这样 跟莱瑟的教学都知道 同学 那当然按照飞波纳契索尼 抽分 这一天都是转勢时间 那目前大家看到 那其实 处有低位 那这个低位 究竟是相对以后的高位 还是真的低位反弹呢 OK 包括呢 除了这个时间方面 那 很多同学就说 乃sir 你和其他的一些教学 可能时间推断 为什么不一样的 那当然如果 大家都是用飞波纳契索尼 的话 那可能算是时间点不一样 那很多时候 如果你比较126 那它时间点下一次 或者转勢日 可能会到27号 有个转勢日 就是下周二 好吧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点 选的时间不一样 它的一个 转折时间更加不一样 这个是不用说的 是不是 那当然 飞波纳契尼契尼 我建议大家 选最近的 这个高低位 比较好 因为如果是之前的话 推断后 大家会发现 飞波纳契尼契尼的 时间偏差越大 好吧 这个就是乃sir 就是给大家的建议 大家要记住它的 一些优点和缺点 好吧 那时间方面 现在究竟转了 究竟会怎样呢 那我看回日线图 日线图大家看到 那我们知道 目前来过 我以为因素 是不是 持续还会加息 那么这个消息 又出来 肯定又不好 然后呢 盗瓶斯指数 还有超跌的阶段 是不是 都是跌 A股呢 又不好 那现在判断来过 好了 周二 是不是 我的特别提示 还有周五 和大家说的 低位 好大可能性 这个位置 会继续跌穿下跌 因为目前来说 乃sir的一个 总结 为什么呢 首先和大家说 外环数跌 A股和美股都不好 现在从周线图 是不是 周线图 时间都是不好 空间都是不好 所以这种情况 上方压力很大 继续下跌 下行的机会比较多 好吧 因为现在资金还继续流出 现在周线日线 又全日超跌区 好吧 所以来说 总结来说 乃sir的观点的话 就是那句话 现在只要美股 不继续下行 恒指先诱会短期反弹的机会 这个短期呢 最多是一到三个交易日 大家记住 那当日过股呢 我一直矜持 特别是九月初 我都和大家说 九月初 我一直和大家说 过股呢 要小仓坏 短线操作 即是买卖 我一直和大家强调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好吧 这个就是指数方面 或者九月的一个 或者最后一个礼拜 和大家去 九月的最后一个礼拜 和大家去建议的一个操作方法 好吧 再来看看 就是说 下个环节的个股分析 在个股分析之前 还有提醒大家 那 还有一次 就是 经常有同学问到 手机版 就是说 如何安装 因为加入我的一个 专属学员 其实如果在手机版的同学 你只要 就是说 在下视频下方 找到链接 现在就公布了链接给大家 点击 就可以联络 相关的咨询服务 好吧 如果你对于特色指标 那么兴趣的话 同学 OK 好了 继续我们下一个环节 个股分析 个股分析 有同学问到中国移动 各位点字 都是这两只股票 之前都是非常白白声的 腾讯 龙虎山寺 龙虎山寺是上期说过的 现在还和大家分析一下 好吧 打开我的一个系统 然后再看回中国移动 00941 00941 从特色指标看 目前就是一个 油脂炒作 黄色筹码 油脂炒作就是上下云摆 从飘带角度也是这样 不过从趋势指标 和资金背离 不过他们就不一致 趋势指标和背离资金 就对表有买日的机会 趋势六转行 绿是跌 红是升 对不对 绿色资金是流出 红色资金流入 都是买日 而且这个交叉 当然有没有机会呢 现在就进入一个 我们的前压力位 首先我们看看有没有 买卖指标 暂时还没有买卖指标 我们看看周线 如果判断不了 从周线角度 其实相对比较好一点 有很大机会 有很难会反弹 为什么呢 资金流出 趋势向下 不过呢 它是变薄的 变薄 可能会反弹 而且呢 这里的飘带又变窄 那会不会即将来 转红呢 所以很多时候 不知道它判断回落多少 或者有没有机会 我们不妨用周线去判断 而且这个KTJ 大家看到没有 好像有向上的一个趋势 不妨我们要跟下 中国移动 不过从买卖指标来看 不过从飘带角度来看 它已经上穿了 那只要 还没收音足 收音足 它也是第三个交易 才回落 中国移动 好吧 这个就是中国移动 和大家分析 还有机会的 目前看 高位电子 01415 高位电子 目前在这种情况 究竟是庄家出图 还是调整 那我们看看周线 周线图大家看到没有 那其实目前 很大机会 吹晒 对不对 吹晒是向下 资金都流出连续三天 现在还是这个 红色飘带 不过如果这里周线图 如果这里还没收羊足的话 那起码我们可以看到 还是 收羊足因为红色飘带 就是反弹机会 如果还是收音足 还是继续向下 大家要关注周线图 它的一个阴阳足 但是目前来说 高位电子已经 持续很久 所以如果要回落 从周线级别 基本上都是1-3个交易 1-3个月的一个调整 这个是中期调整正常 好吧 好了 腾讯控股 00700 那腾讯 基本上和我们指数共振 基本上现在下跌 基本上没有什么 还是未可以留底 还是没有机会 好吧 龙虎山存压 9633 上期和大家说 上期我和大家说 从飘带角度 这里 就有回落的一个 回落的一个信号 从指标来说 虽然持续拉升 资金向上 不过庄家角度 持续有减少的走货 所以整体 风险还比较多 我当时和大家说 从趋势来看 其实还是主线之下 完成压力 目前大家看到 现在有收音轴 所以来说 回落的机会比较多 好吧 这个从龙虎山存 回落的一个信号 日线图也看出 资金还有流出 好吧 和大家说 所以这个就是龙虎山存 和大家分析 好吧 复盘 好了 过股就说到这里 如果有问题的同学 那装了手机版的同学 那你去或许 去留言给奶sir 好吧 好吧 那下期月光 还是周三 周六周日 周三 现在平时会比较早一点 因为奶sir 回到家 即是在公司的时候 都有偷偷地做 货件 OK 周六周日 就准时快点到九点 好了 今期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会 拜拜